要學C7入球 哦,好喜好學 第二球入球都可以不慶祝 個人聯賽的七、八球不慶祝 今天我看到一個很驚人的數據 原來這七、八球是意味著什麼 我不看,我也不知道 我一看,我突然提護半頂 我們經常說,這個夏蘭特是機械人 完全是外星來的 甚至大家投票說,最好他不要扔 但原來七、八球 夏蘭特每年入四十三球 現在他二十二歲 他都需要長達十六年的時間 才能追到施朗罵道俱樂部入球數 十六年,他要踢到三十八歲 平均每一年入四十三球 這樣才能追到施朗 嘩,那你一回看 施朗這七、八球 簡直是一座封閉 現象級的數據 現象級的數據 這個我估計 就是前無古人 前面有一個 以前那些,我們不算 鹹峰年代那些 對,鹹峰年代那些不算 因為沒得比 我們認識的職業足球以來 前無古人 我估計都很難有後來者 真的很難 你說現在有哪些球星很厲害 他可能單季或者連續幾季厲害 但在施朗罵道俱樂部說 是二十年來都這麼厲害 連尼加他的前輩 都在Twitter方面發出感嘆 他的這條Twitter其實是很簡短的表達 但已經是告訴大家 施朗俱樂部生涯 七、八球是一個多麼恐怖的數據 他說七、八球難以置信 這個是每年三十五球 在俱樂部的入球 每年三十五球 持續二十年 他說簡直是荒謬 形容這個數字是荒謬 所以昨晚宇哥跟我爭論 我就彈利物浦的迪亞斯 不行 沒什麼用 他說 都比斯朗好 我就回一句給他 我說到了三十七歲的時間 你迪亞斯還跑得起才算 現在說的不是這個時間 他行不行 而是在過去這二十年的時間 他一直都保持好得 這個才是恐怖 你看看他入第一個 在俱樂部的入球的時候 你都覺得他可以 都飆起來像摩托一樣 插花都亂了 當時剛出道 剛剛出道 一路散去 那裡完全攔不住 這樣射入 潘如純仔所說 首先要有二十年的足球生涯 這個本身已經很難了 有二十年的足球生涯 當時是第一個俱樂部的入球 是… 糟了 我看看去哪裡了 我今天特意錄下了 找不回 我先補充其他數據 讓師傅找我 這個數據是相當恐怖的 也是歷史上唯一達到七百球 俱樂部生涯七百球的球員 在這七百個俱樂部的入球當中 除了剛剛連尼加所說的 他要每年入三十五球 二十年一直持續 保持這麼高的入球率之外 其中是包括五十次的帽子氣法 計算到幾多分鐘入一球 是一百零九點八分鐘就要入一球 平均下來 每一百零九點八分鐘就要入一球 所以這個數字 如果是正確去到 他一年每年入幾多球 幾個帽子氣法 以及幾多分鐘就要入一球 這個是人類難以企及到 幾個現象級的紀錄 所以剛才師傅說 後有沒有來者 如果是有的話 都是很困難可以觸及到一個紀錄的現象 在二十年零三日之前 施朗的職業生涯俱樂部的第一球 當時是在踢試Booting 那球看回錄影 很漂亮 那時候身材又單薄 但是他就是憑著一球牛徑 一啟動的東西追不到他 刺他就不倒 嘩 那幾天的插把很暖的 飆入禁區裡頭射入 就是這樣 這個賽季 施朗的狀態是不好 六場的比賽 六場英超的賽事 十二次射門 只有兩次射正 沒有入球 直至去到昨晚 才取得了今季 在英超的第一球入球 之前只不過在歐霸杯 射入那球十二馬 但是這球 英超今季的第一球入球 對於他來說 是非常珍貴的 一個理程碑式的入球 而且更難能可貴的是 這球的入球 好像天整鼓一樣 在古迪遜公園球場入球 古迪遜公園球場 上一季 大家記不記得 索克海華頓 輸了球之後 拍別人的手機 施朗拿道 走去更衣室的過程裡 有位小朋友拿手機拍攝的時候 他心情不佳 拍了別人的手機 這件事都還未完成 還未完成 仍然面臨英足總的指控 這件事都還未完成 到底會否罰 到底怎樣罰 都還未完成 在這個球場站起來 嘩 我覺得這個意義尼足珍貴 其實他在過去周中 歐巴杯的賽事 對於奧摩尼亞那場球 已經是很嚴謹的了 很想入球 因為最近對於他來說 真的挺鼓起的 自己不是那麼努力 去到這個三十幾四十歲的人 就像我現在的上一年齡 有些事情以前 是很輕易舉可以做到 但是去到某個年齡的時間 你是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你自己經常在想 以前可以的 為什麼現在不行呢 以前也是這樣做 這個就是歲月的無情 縱使過去周中 自己身邊的隊友 百般幫他鋪橋搭路 不斷衛球給他 但是進不了就是進不了 很無奈那場球 所以昨晚這場 昨晚這場好像 整定了 29分鐘 他已經是入體了馬定爾 已經是有大半場的時間 被他踢了 又衛球這麼漂亮的球 終於昨晚 將所有的武器一吐而准 對 馬迪爾也算是這樣 因為其實 我今天看到一些報道說 他熱身的時候已經覺得有點不妥 因為他真的不妥 他也做了貢獻 第一球追和那球 他做了一個助攻 對 給安東來 然後發現真的頂不住 那這個時間 施朗拿道在場邊 就躍躍欲試了 他好像感覺到一些東西 這樣 一個重大的時刻 馬上要來了 馬上脫衣服 馬上去熱身 他很興奮 二十九幾分鐘 他已經有得上 我昨晚看直播 好像是一出電影 大家都覺得 這場球是有機會入球 有機會七八球 但他沒有得正選 沒有得正選 所以鏡頭一直拍著他 明知道這場球 他可能會成為主角 接著出戲 到42分鐘 有位球員受傷 他終於有機會上場 原來主角才是他 接下來主角的氣氛就來了 這個很好的鋪電 很好鋪電 而且應驗了我們之前說 施朗拿道 你不用心急 做著後地才又如何 始終天會看著 會有機會給到你的 那昨晚終於把握了 終於是射入了2比1 反超前的一球 這球波 依稀看到他年輕時候的影子 哪走哪射 一個是絕對的單刀機會 用他最擅長的左腳 今天我來解釋這七八球 施朗拿道的七八球 到底是怎樣的七八球的組成 就說 俱樂部的七八球 有473球禁區裡頭入 有50球禁區外面入 另外有48球直接自由球 129球是12馬 具體入球的部位 461球是右腳 124球是左腳 右腳擅長 113球是頭彩 另外還有2球 不可描述的部位 這樣一天 就是和夏天王你繞戴 不是常規部位 其他不可描述的 反正是左右腳和頭 所以王健祥老師說 我們廣播要咬文職 是 稍微說少少那些 平時踩界的字眼 本來我們覺得沒有什麼事 但是聽眾 講者無心 聽者有意 不可描述 大家會覺得 不可描述 不可描述 反正不是左右腳和頭 不是慣常的部位 另外 700個球隊入球 有498球是踢聯賽 個人聯賽 剩下兩球到500球 還有141球是歐聯賽場入 45球是各行杯賽入 超級杯入了6球 歐洲超霸杯入了2球 西區杯入了7球 歐霸杯也入了1球 就是上一回合 整球12馬 這樣組成了700球 而分到他效力的每個俱樂部入球數 萬聯佔了144球 王馬入了450球 祖雲達斯入了101球 他的舞會士不停入了5球 造成了700球的整數入球數 真的可過了 昨晚這場球對線著埃華頓 埃華頓 昨晚5分鐘已經有1球入球 入球過程也很戲劇性 第一球入球是卡斯米奴中場被人搶走 他打了球球 接著是哥盾 再衛球球給伊和比 伊和比 伊和比在禁區葫蘆頂位置 射得很漂亮 右腳的兜射 這球是世界球 世界球 世界球 伊和比這球真是一輩子 5分鐘已經先失一球 鏡頭又拍到斯朗娜 昨晚好像一早已經有部署 包括轉播團隊也是 我們經常說 斯朗長長球 或者去到哪裏 都可能有一部機器跟著他 但昨晚比的大頭是特別多的 昨晚好像感覺到有些事情會發生 先不用一球 但15分鐘的時間 B肺在中場拿到球球 接著給了馬迪爾 馬迪爾 馬迪爾再分去 就是右手邊的安東尼 反越位殺到禁區 左腳的推射 追回1比1 這球球跟入阿仙奴的球球 我覺得沒什麼區別 又是那個位 又是同一招牌的射術 左腳硬推遠處 這樣 最擅長的位置 接著29分鐘的時間 馬迪爾就堅持不住了 要下場了 他下場後 馬迪爾直接走回更衣室 馬迪爾 斯朗拿道一看馬迪爾不行 馬上就起床 馬上就脫外套 準備整裝待發上陣 最後到上半場 臨尾階段 第一球失球 卡斯米露被人搶球 這球球在自己後場 搶回伊王給這球球 然後失球 就漂亮得不得了的直線劏肚球 讓斯朗拿道走單刀 這球球其實也是他自己中場的失球 但是他夠勤力 馬上追回 然後捕捉到伊和比太過大意 伊和比想硬推上卡斯米露 結果連球都被人偷了 馬上一下直喘 這招就是了 這招就是了 黃馬時期的連線 這招就是了 是今季英超的第一球入球 也是球會生涯的第七、八球 卡斯米露昨晚 賽後的評分他不低 他有7.3分 斯朗拿道全場最高 有些是7.7 有些是7.5 但是卡斯米露 我覺得他開始慢慢入局 雖然他有失誤 包括膝頭也跟他有關係 但是 他教諸以往 後備入體 代表曼聯的時候 他多了埋門 包括有一球 他飆上來 刑頂的頭鎚 不過球差點入 另外 去到禁區邊 也有些起腳的機會 看到卡斯米露 開始有很多小踢王馬的影子 我想大家也盡量觀察 他適應到英超的節奏味 以及去到一個 適合踢正選味 現在最大的問題 身邊沒有T股師 他一失就很大件事 他中場一失球 馬亂基本上就是 踢一個防守中場 特別是對一些 不是太強的球員 例如愛華盾 實力明顯給對手好 然後就敢作一些冒險 就踢一個防守中場 壓力神那些 不能夠叫做防守型的球員 擺位就擺是雙後腰 但壓力神大家都知道 他在後場 就是卡斯米露搶到球 然後把球科給他 然後帶球上 他一定不是藍嶺 藍嶺就是只有卡斯米露一個 然後B肺 你可以認為他是一個影鋒 中場就是這樣的三角 他跟黃馬的三角 顯然的攻擊屬性更強 防守屬性更差 黃馬起碼都 典禮中場 有個T股師 有個卡斯米露 才到摩特力 摩特力就是Z4 但這兩個 剩下的兩個 就是防守屬性相當強的 曼聯現在 暫時 如果他想搶分 他只是甘心用 一個 一是麥湯米露 一是卡斯米露 昨晚 當然你記得到 卡斯米露在中場 其實他一個人 他未必一定能保持 因為他喜歡上腳 他也是 所以 如果被人逼脫 就很大件事 所以 這件事 是值得 我想大家要檢討 或者是要 看看重新 如何 有一個更加完善的方案 令到 有卡斯米露 在場 都不止於說 他一失球 就會很被動 看看如何幫助 所以 昨晚 我看到 有些萬聯的 擁等 在失第一球球之後 都說 哎 卡斯米露真是辛苦 艾力神也幫不到 而身邊的隊友 大家會否發現 昨晚經常都給他 醫院球 給他 給他 結果 卡斯米露 其實那個位置很辛苦 他只是初來報道 剛剛才是得到 正選的位置 你擺這麼重任給他 要他揹起 整條後腰 這件事 他能否介入得到 這件事 看客家要想一想 他強如卡斯米露 他也要適應應超的節制 你看看第一球的失球 有些球評家認為 如果在西甲 可能會被吹罰 但在英超是不吹的 一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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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